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登陆之日》是我演的第一个跟韩国有合作的电影 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登陆之日》里面的导演 他叫江地龟 然后也是韩国非常有名的殿堂级的导演 然后我也特别想跟他一起有一些合作 所以当他在找我的时候 我也觉得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在里面我是演一个女游击队员 然后每天都涂得脏脏的很黑 然后在地上就是像泥猴子一样 然后还有很多射击跟运动的这些动作 在整个戏里面还是以战争的题材为主 然后主要是讲的是友情跟人性 是这样的一部电影 他在一起拍摄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首先而且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就是他对所有的工作人员 他的为人 然后他的相处都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 所以我很喜欢跟他一起合作 印象最深的就是 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场戏可能是我中弹 因为我以前很少演这种 比如说有枪啊 有子弹啊 然后有中弹的反应 有雪豹 然后我就记得当天我身上安了很多个炸点跟雪豹 然后前后左右全部都是大概有七八个炸点 我自己突然间就是我正好是我中弹的反应 然后我自己突然间觉得我是一个女英雄 在我自己的那个感受里面 因为平常都是演那种很美啊 然后很可爱啊 什么很现代的那种时尚的那种女孩子的角色 可是在这个戏里面是完全全不一样 是有一种对自由的一种使命感 那种感受还是很特别的